中美第十二轮贸易谈判 今天提前半个多小时结束 美国代表随后启程前往机场 美国财长姆努钦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等人 31日进行闭门会谈 谈判历时4小时 直到下午结束 目前双方都没公布成果 事实上会前美国总统川普 曾炮轰中国反口 中国官媒也指出 美方应该展现诚意 不应该无事生非 川普30日在推特批评 中国总在最后一刻 按自身利益更改协议 又炮轰中方没兑现 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 扬言如果连任成功 将另两国协议的条件 比现在更严苛 甚至是没有协议 而在双方重启谈判之际 人民日报评论指出 中美合作本质是互利双赢 中国不可能无原则让步 要美国用诚意协商 双方回药位浓厚 也让外界不看好 这次能在上海取得重大突破 香港反送中抗争持续延烧 上环28日爆发警民冲突 49人遭到拘捕 其中44人涉嫌暴动罪被起诉 一人被控藏有攻击性武器 还有一人被加控袭警 综合媒体报导 45名被告分成4案处理 最年轻的只有16岁 还有一人的职业是及时 而相关的案件 今天早上9点在东区裁判法院开庭 即便天气状况不佳 仍有数百名市民前来申员 高呼没有暴徒 只有暴政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 消息指出 由于旁听人数 被告人数众多 每位被告的家属被劝告 只能派一名代表进场 不少人对此安排感到不满 不过提讯结果出炉后 44名被告均获准以1000元港币保释 但其中有一人缺席 法官下令逮捕归案 因此未获交保 本案在9月25日下午再度开庭审理 中国与台湾近期的政治紧张关系 影响到观光层面 《苹果日报》报导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宣布 鉴于当前两岸关系 决定从明天 也就是8月1日起 暂停47个城市申请及核发 台湾自由行的通行证 至于会暂停多久 目前不得而知 根据了解 北京山东等地的旅行社 已经收到消息 这是中国首度针对自由行 祭出限缩手段 有人认为是因为台湾2020年 即将举行总统大选 但也有人认为 这是对台湾挺香港 反送中运动的惩罚 事实上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统计 今年上半年中国游客来台的人数 达到167万人次 比去年成长了近三成 这回中国对观光客出招 未来半年来台的中国游客人数 恐减70万人 《苹果日报》另一篇报道 引述台湾观光发展协会 副理事长科木舟的说法 他表示2016年要大选前 2015年下半年 中国当时也以换系统为由 让台湾通行政的 纸本核发受到影响 有些城市停了一两周核发 但过去多半是对团体 但这次很明显 第一次针对自由行游客 这样禁止非常不正常 不过台湾交通部观光局的说法则是 中科市场本来就不稳定 今年1到7月中科 有3成5到3成7的成长幅度 下半年有可能因为选举因素又下滑 对此台湾近年积极开发多元市场 避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报道指出 不过观光界人士私下表示 过去中国线缩中科来台 不会有白纸黑字顶多口头告知 但这次却非常反常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却在官网正式发声明 鉴于当前两岸关系的理由 究竟会持续影响多久呢 需要再进一步观察 另外中央社也引述 台湾政党人士指出 自由行事让人民可以增进视野 认识世界的重要管道 但现在中国却因为忧心 国民体验到自由民主的气氛 进而阻止人民来台旅游 实属遗憾 也有评论意见称 北京或因为近来内外情势交逼 而有了这种走回百年锁国老路的决定 但事实上这样的决策 不仅影响两岸 区域安全稳定 对中国本身的发展 也非常不利 香港示威引发的政争持续发酵 尽管中方警告外国不要介入 但美国前驻香港总领事 唐伟康表示 华府应该更积极与香港接触 又建议北京中央 在民怨沸腾下 应该退一步给香港更多空间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唐伟康30日出席 华府智库研讨会表示 就目前而言 如果美国对港政策 偏离香港政策法框架 是不明智的举动 所谓的香港政策法指出 如果香港不再享有足够自治 美国将重新考虑 是否给予香港特殊待遇 唐伟康认为 香港自治依然足够 但正在下降 并且在演讲中多次暗示 川普政府重视达成交易 而非价值观 倾向把美中贸易等目标 放在优先位置 而把香港等议题列为次要 他呼吁对外政策 不该只是关于交易 美国应坚持原则性价值观 在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 展开之际 中共政治局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有媒体指出会议显示 中国对贸易战的态度有所变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审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和关于19届中央第三轮 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并且由习近平主持会议 根据法广政治局会议认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 国内经济下滑压力增大 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把握长期大事 抓住主要矛盾 善于化为危机 办好自己的事 会议要求有效应对经济摩擦 全面做好六稳工作 加紧落实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 日清亚洲评论今天报导提到 这次的会议承认中国经济面临风险 与四月份的乐观评估截然相反 此外习近平承诺有效应对经贸摩擦 也比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声明中 妥善处理贸易摩擦的立场更为强硬 有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 随着中美贸易战时间越来越长 代价也越大 中国将所有的经济政策工具都纳入选项 一旦争端恶化 会把激进的降息政策视为最后手段 中国六四天网创办人汶川地震后 披露豆腐渣工程的维权人士黄奇 29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罪名包含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对此欧盟对外事务部发声明指出 联合国任意拘留工作小组去年曾表示 剥夺黄奇的人身自由属于任意拘留 以违反世界人权宣言 期盼中方尊重中国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 立即释放黄奇以及其他被拘留和被定罪的维权人士和律师 近年来欧盟多次批评中国人权记录 今年四月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代表 就曾在欧洲议会表示 中国经济和社会权力虽有所进展 但整体人权状况持续恶化 呼吁欧盟各成员国与中国交涉时 应该要直言不讳 共同向中国传达一个讯息 也就是相较于经济利益人权更重要 中国十一国庆进入倒数阶段 时逢建国70周年 当局渐渐开始维稳行动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崇文门一带的社区近日张贴公告 表示为了因应庆典派出所加强清查违法民宿 事实上日租房分租房并不属于正式的旅馆 没有明确的交易记录 当局无法掌握入住者的资讯 所以为了避免有流动人口或访民藏身 警方便加大清查 但其实整治行动并非最近才开始 报道指出今年上半年 北京总共清理整治违法 群租房4789处 而在十一之前 整治活动加剧并鼓励居民举报 此外有北京的艺术策展人士透露 近期多数展场都收到通知 要求严格审查展览主题 不可牵涉色情暴力以及敏感议题 部分人体艺术摄影展 甚至因此无限期延期 据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胡怀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自由时报引述路透报道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中国最大政策性银行 其资金用于支持政府政策 中纪委今天称国家开发银行 前董事长胡怀邦因涉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受该机构的调查 但并未说明胡怀邦可能违反哪些法规或法律 今年2月中纪委也曾表示 另一名前国家开发银行高管孤林 因经调查后发现其违反连结纪律 而遭开除党籍 胡怀邦生于1955年 此前曾任中国金融学院产务副院长院长 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 西安分行行长 以及交通银行党委书记及董事长 中国政府将在9月新学年开始时 启用新版高中历史课本 有消息人士表示 新课程中增加和修改的内容 几乎全部是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内容 中央社报道 例如增加南海诸岛 台湾及包含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 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 明清时期统一全国和金略边疆的相关举措等内容 有分析认为 这次历史课本的调整 显示北京正在因应新疆 西藏 台湾 香港出现的分离主义倾向 强化中国年轻人 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观念 根据了解新历史课本编写 实际上从2017年12月开始 今年9月将首先在北京 天津 辽宁 上海 山东 以及海南六省市推出 之后2022年才会全国普及 明镜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新闻台